这个你可以把它切换不同的,你可以把它搬到下面,不过还是习惯在右边,因为看习惯,比较好找,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要找的东西在哪里,比如说我刚刚讲过这个,其实还有一个方法,就是说你可以怎么样,上面有个箭头,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箭头的,这箭头就是你把它点击下去之后的话,然后你再去找你要找的东西哦,它会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,而且很清楚,有没有, 它是一个DIV店,就是它一个DIV,它的class是后面那一串,底下如果,因为以前可能要检查一直检查,其实底下会不会不一样,你发现都一样,那都一样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同一个class,所以同一个class的话都长得一样,这class就是让他们长一样的意思,所以会有什么classman,classmat就是同学嘛,class,同一个样式的意思啦,CSS就把它弄得长得像一样的东西, 再来的话呢,所以从上面到下面总共会有几个呢,其实就是大概30来一个吧,OK,你就把这边全部都把它往下看一下,基本上都一样,用这个箭头有没有,点击它,都一样,那表示没问题,如果我用find all,find all里面的话,给它一个什么,前面是一个它的tag标签名称, 我们豆点class底线,等于什么呢,后面那一串,那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抓到了嘛,OK,所以第一个就抓到它,第二个的话呢,我们再来,所以第一个我可以抓到,不过抓到你会发现呢,会有个问题,什么问题呢,所以我在底下,用beautiful soup,然后呢,它是DIV, 那class就后面这一串,OK,把它填上,那find all的话呢,所以这里的话,那我就把它全部抓到,不过全部抓到之后的话,我把它,第一个当然把它print出来,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,那print的话呢,当然你第一个可以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之后的话,那我们看一下里面东西是什么, 基本上哦,就是把那一串所有东西,都帮你抓出来,你会发现哦,这边总共从美金,港币,这边都有了,但是我要是这个美金部分就好了,所以其实哦,美金,那所以我可以先抓哪一个,先抓一个来试试看,先装瓜五零,装瓜五零是不是美金部分,是,所以我就把它执行一下,那你会发现美金的部分就出来了,哦,当然它还有包含什么,包含它的tag,这个tag,我不要这个tag怎么办,你可以在这边 下一个试吧,点tst就可以了,里面的字就出来了,test,所以它的字算美金,所以第一个哦,美金的部分呢,有没有出现呢,哎,美金出现了,但是问题哦,它前面有这么多空白,后面有这么多空白,怎么办,还记得吧,很简单,把这个test后面加一个什么,点什么,哎,对,strip,哦,这个很重要,因为,常常网路上的资料,strip小瓜糊, 哦,ok,那strip就是啊,去掉那个头尾的空白,好,strip看看,哎,这样子执行看看,哦,美金,哎,就出现了,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嘛,啊,当然如果你要第二个就是,这边改成二,改成一啦,哦,所以后面当然以此类推,那所以你可以跑个回圈啦,把这里面的东西,一个一个的列出来,它不就是什么,一个一个的帮你把它输出了,哦,所以名称ok了,接下来的话,我要看什么, 看那个现金的部分,所以第二个,我来看现金,哎,那现金的部分一样用这个,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,除了你可以按右键,我把它取消,除了我们之前讲的选举它按右键,你可以检查之外,哎,检查一样可以看到嘛,不过你复制的时候用右键检查还是比较快,td,所以这个是它的tag标签td,它的class的话呢,你就找一下,哎,class等于后面这一串,有没有,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复制贴到那个file后面,那可是呢,再来我们要观察,因为我要的东西,会不会因为它买入跟卖出,会有不同的class名称呢,那各位可以看到,现金的部分它名称叫什么,Ranch,Content,什么Cash,对,然后后面的话,好像就是这个.test这一串,那你会把移过来看一下这个一部一样, 没有,你会发现,这两个好像一模一样,有没有,两个一模一样,这个也一模一样,所以基本上它的什么,它基本上它的排列方式好像是这一个,再换下一个,所以它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抓过来的话,它的list会是匹别的两倍,为什么,因为它这个一个两个,它只有一个,一对二的关系,OK,另外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集齐, 集齐的部分,这个是好像加一个slide,有没有,然后后面这个也是slide,你会发现,然后两个一模一样,所以也就是说呢,这个现金跟集齐,它是,比如美金就两个,集齐也是两个,它这样关系,所以我假设要抓的话,我假设这个地方OK,如果我今天是用,先用美金demo,输出的话美金, 再来的话,我find all,再来就是我前面增加一个data1,data1指的是现金的部分,它是td,OK,所以你会发现,反正就是,这边是td,如果你要复制的话,你可以把这个取消掉,把这个选取起来,按右键,然后去检查一下,然后可以利用检查里面这边,点两下,这边可以抓得到,然后class你也可以点两下,这边也可以抓得到,复制贴过去嘛, 应该没问题啦,反正呢,就复制td,复制贴到这边来,其实你只要不要贴错啦,我想应该做错的机率很低啦,而且我发现beautiful strip真的是好东西,因为其他语言里面没有这东西,真的,如果要爬往路之后还是可以爬啦,只是说,没有方便,因为它几乎把流程变简单的嘛,OK,我们就不用去特别还要去想说,找哪个字开始,哪个字结束, 然后再把中间的爬出来,以前真的就这样写,但现在有别多说不就不用了,反正就把我们要的部分,爬回来,可是问题来了喔,我假设我今天,美金的部分,我今天怎么样,find all嘛,所以它是回来data1,它会是一个什么,它会是一个,把它print,print在data1好了,data1里面是一个list, 所以呢,你会发现它回来的东西一定是一串,所以我抓里面其中一个好了,抓美金的东西,美金就是零,然后呢,里面的资料的话就点test,把里面的test把它抓出来,第一个先帮我抓出来看一下,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话,29.495,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说一个里面就放一个喔,它一个,不是放两个,放一个喔,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抓第二个, 汇率的话,当然是现金应该是买入,那这个应该现金的卖出,所以变成怎么样呢,1对2的关系,所以待会很麻烦,1对2,那另外这个集齐也是一样,所以集齐部分喔,假如说我要把它直接输出的话,当然也是一样,把这边把那个print出来,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应该是data2,另外我又提一个data2, 用sp去find它的,这个td跟这个后面这一串,那我把它集齐的部分print出来,print出来,它如果一样,那你会发现集齐的部分的话呢,就下面这一个,这个是集齐的,这个是现金的,这个是集齐的,你会发现集齐还是比较划算,所以喔,但最好换汇是当然在线上,或者在那个网路以外换汇相对它的优惠比较多喔,好,那可是问你, 所以啦,1对2,最后如果说我今天需要,把这三个东西,分别帮我输出喔,而且喔,我希望能够长得就像,原来网页的结果,而且就是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下,希望结果画面喔,就类似我原原本本本本来是在那个什么呢,网页上的东西,我希望print出去之后的话呢,还是一样,原原本本帮我把它print出来,标题一样是, 总共有五个栏位的标题,然后呢,就是帮我先输出一个美金,然后一个什么,一个TAB,然后呢,再把第一个抓过来,TAB换第二个,第三个,第四个,然后再港币,就类似像这样喔,所以呢,第一步请各位先test,先试一下,把这三个东西先帮我爬下来,那print先test看看,最后其实怎么样把它输出来,其实让一个跑个回圈, 可是问题喔,这个要跑一个回圈,怎么样刚刚好可以输出之后呢,就如我们要的喔,ok,这个可能要动一下脑筋喔,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,方法喔,方法很多啦喔,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喔,ok 然后呢,把它输出,我希望看到的结果喔,就是长类似像这样子,ok,有没有,五个,五个,五个,可是问题喔,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喔,这边是一个,这边要两个,这边也要两个,一对二喔, 喔,来画面先还给各位想想看喔,因为常常你吃掉爬出来之后,比较麻烦的就是你初出喔,它刚好就是,不是那么刚好就是,一个对一个,一个对一个 那它回来的东西可能一个对两个,一个对三个,所以势必你就要自己有一套规则 去把,本来不是你要的规则,变成你要的规则啦,所以这个当然中间就是你要去思考的 而且有的东西,其实网路要爬资料喔,最有趣也是最困难的地方,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喔,而且喔,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要把一个东西,本来爬不下来,欸,真的就把它爬下来 而且爬下来刚好就是你想看的喔,那这个成就感当然相对的会 比较高,可是其实也是困难的点啦,所以喔,当然我自己是想了一套方法,因为 这个方法的我挤,待会再跟各位说明喔,反正一,一个,两个,两个,啊,输出的话刚好一个,两个,两个,啊,刚刚好喔,放对位置喔